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死心无痕 跑了一个 没跑掉的那个 把自己烧了个半死 送到医院 不知道能不能活 我就在想啊 这帮共产党啊 真的是命都不要了 好像那个命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你不觉得他们跟咱们不一样呢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一会儿连命都不要的 什么事情做不成啊 自叹不如啊 局长 你这个话 有点长他人之气了啊 可是是事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那二公那儿怎么样 我就说他去抓飞天了 听说锁定了三个嫌疑人 都在局里 都在局里 三个嫌疑人 都在局里 喂 我是万江海 万局长 顾曼里去了凯斯林咖啡厅 坏了 怎么了 曼里去的街头 凯斯林咖啡厅了 你慌什么 顾小姐 你这些经常去凯斯林的 应该是巧合 你现在就去曼里家 我去顾小姐家干什么 今天现在做事 都提防咱们中国人 什么事情都不提 今天她只安排我 让你去端的交通站 三个嫌疑人分别是谁 她也不输 我就让人跟踪二公的手下人 没想到 他们却秘密地跟踪顾曼里 而且曼里还真的去街头的咖啡厅 这顾小姐怎么可能是飞天呢 她只是去了趟凯斯林而已嘛 好了好了 你现在就去曼里的家 你一个人去 要发现有什么擦边球 和政治有关相连的物件 尽量处理干净 明白吗 我 我明白了 赶快去啊 赶快去啊 对啊 刚刚你说的黑猫是什么意思 看过《三军珠》的大帝吗 之前抓过一个在黄州里 过去的特务 还用的密码本 就是这本小说《大帝》 在里面跟踪者对应的单词 是黑猫是吗 是吗 来 来 先生 画儿放好啊 来 来 前景指着满了幅画就走了 停一下 来 请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好 接账 红包车 秋二马路啊 好 好 族长 怎么办 跟进去 是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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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居狗的时间 水池附近我搜查了 什么也没有 除了风雨 他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 这个不许臃 挨个神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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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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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还没来啊 是啊 按理说干这个行的人 应该是很守时的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要不我回去看看 有什么情况再汇报给你 好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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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组长 怎么连门都不敲一下就进来了 这样可不太礼貌 我的礼貌 只留给朋友 至于你 陪一天 在凯司令的时候 已经是我最后的理解 你不想去看看 你的同事怎么样了吗 同事 周队长 你把周队长全部来 喂 想要吞下去 再以尸体的方式送出去 不好意思 这种苦肉劲 我已经见识好了 带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predicted Ark Democrats 苹 esque跳地 har sleep 髒 马里 靖 gaz 嗯 他也支禁无多 请请先生 王老师 有空吗 去河边走走 好啊 玉器店出事了 老周和王鹏已经被捕 小鱼侥幸逃脱 龙头哥刚刚已经把他送出城了 所有跟玉器店有联络的通缝 马上转眼 我现在就去安排 团阅 我现在最担心的事 飞天同次用麻烦的 我班里就是飞天对吗 我今天下午 本来要见你们的人 我知道 但是他已经暴露了 怎么回事 具体都不清楚 但是景天已经盯着他了 就算是没有抓现行 他也不能再回去了 刚刚来的时候 我已经替他解决了丁少的尾巴 希望他这会儿 已经安全撤离了 你在咖啡馆监视顾曼利 前景出现在附近 是的 他在咖啡馆对面的画廊 买了幅画之后 离开了 你是不是 我能打电话到我家 通知他过来 力气审讯 有 送给你的礼物 喜欢吗 喜欢 陈琳先生 为什么要送话给我呢 因为我觉得 这只猫看世界的样子很像你 我怎么觉得这个背影有点像王老师 是吗 真的很像啊 那你让王老师转过去看看 到底像不像 转过去 王老师转过去 看看到底像不像 莫西莫西 丁香公馆 像吗 像 嗨 二宫组长 我觉得花山的女人更漂亮一些 嗨 我让她接电话 我觉得王老师更漂亮 千禁嫂 嗨 找您的 我去吧 嗨 嗨 我先带过去 伯伯自己忙成我的陀螺 不过家人你就算了 还拖着潜艇军一起变成工作狂 是让他们大人可真不见完性 没关系的 王老师陪着你 我快去快回 你们慢慢傻话 我等你回来陪我玩 好 老公君的意思是 秋双斋玉西电视 康日分子的交通站 你捕获了一个交通员 在审问之后 这个交通员交代 说这个交通站 是专门给飞天发情报的 于是你顺藤摸光 就抓住了飞天 是的 人是抓住了 就是中间出了些披露 你来介绍 根据卫卜康日分子 秋双斋玉西电 获记王鹏交代 证明卧底 广今年就向他们传达了 图下十分的重要情报 多快真是飞天 虽然他没有见过飞天本人 但从他交代的情报内容中 我们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 能够拿到这些 重要情报的中国人 只可能是政治保卫局的人 飞天选择凯斯林咖啡馆 进行情报交换 说明此人有些洋派 或有留学背景 最重要的是 黄鹏交代 他曾经在过去 拿到过的情报用纸上 闻到个香味 说明 飞天仅有可能是个女人 满足以上挑战的 整个政治保卫局 不超过三个人 今天下午 我们对这三人进行了艰苦 出国门就去过凯斯林咖啡馆 的 只有顾卖利益 但是顾卖利益 去了凯斯林咖啡馆 但却没有进行交换签报 匆匆离开了 让我们错失了第一时间 抓捕他的机会 在前景上 一起想一想 披露究竟出在哪里了 二公君 你有没有跟科长汇报 我今天我们两个碰面的事情 今天我在长兴中看到 二公君的汽车 我 我感觉二公君 应该是在执行任务 太好奇了 就悄悄跟了上去 天仅是 跟踪我 也不全是 我原本是要给尤家子 买副尤画做礼物的 所以才路过 没想到会碰到二公三 阿俊天科长 二公君的跟踪计划非常完美 有三组人员交叉跟踪 二公君一定是太专注 自己跟踪的目标了 所以忽略自己背后 有没有人 还好是我 如果是顾小姐的同伙的话 如果给顾小姐 发出了什么信号 让任务失败 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不起 今天科长是我疏苦 好了 二公三 这件事情 责任在我 是我低估了飞天的能量 我一直在刻意回避万江海 我想 可能反而引起了她的怀疑 她应该是想到了 顾曼黎是嫌疑人 所以让周佐一个人去购买了一家 应该是这样 她为了自己不受连累 景天科长 据我所知 周佐的胆子很小 她绝对不敢包庇抗日分子吧 因为谁能想到顾小姐是飞天哪 太可怕了 周佐这个群祸 竟然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顾公司 这个是从顾小姐家抢回来的情报 是的 如果说顾小姐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而且她应该会想到家里 会被人布控 还要赶回去销毁的情报一定是 极其重要的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她正准备放在咖啡里 一起喝下去 我马上让人洗出来 看看地面藏了什么秘密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对 飞天从我们这里拿了这么多情报 在我们内部 一定有一位他的帮手吧 王鹏交代 飞天可以直接联系到 中共地下道上海地区最高负责人 你以为飞天 对 他就是一座油矿 我一定要找出出口 是灰灰的 你的伤怎么样了 处理过了 不碍事 你会要遇到 阿尼 是 是 顾曼丽小姐 我听人说 我们的人到您府上 打翻了您 没来得及喝的咖啡 我代他们向你道歉 顾小姐 送给你的咖啡 喜欢吗 这个牌子的咖啡很好的 可惜咖啡虽好 但是我体质湿热 我从来都不喝咖啡的 其实相比起您的虚伪 我更喜欢二公组长的真实 如果说礼貌也算虚伪 那么顾小姐在这里三年 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类人 不是吗 我们都不得不虚伪 我想我们之间 把中间那些不必要的 都省略掉 我们更坦诚更直接一些 好不好 景田先生想要我的秘密 我只想要一件事 那就是顾曼丽小姐 真正幸福地 自由地 快乐地活着 可惜啊 可惜啊 你所说的幸福和自由 跟我理解的不是同一种 只要你们侵占我们国土一日 我便不可能自由 我们的人民便不可能幸福 只有将你们彻底赶出去 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 顾小姐 一只小鸟 被猎人捕获的时候 其实 永远存在一线生机 我希望你能看见他 抓住他 而我 始终愿意为您 网开一遍 我希望您 能够 把我当成朋友 知己 足够聪明的人 就不会心存幻想 也可以少浪费一点时间 对 我和我们的同志 会以我的性命 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 你们一样都拿不走 可是 我看着您这样非常心疼 如果您确定不喝这杯咖啡 那么我恐怕只有请 吃满汉全喜 对吗 真的不希望这样 我不忍心 从我来这里的第一天起 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不忍心 这只是前菜 真正的满汉全心 还没有开始 你要是后悔 还来得及 我就是后悔的 那么太难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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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心 太难了 不忍心 太难了 你 喂 喂 小伯母 我呀 老子 麻烦从母家 我没懂 金子亚都去香港随一个吧 周队长 这大半夜哪里还有船呀 您要船票要提前说呀 跟明头早上相待 也没有 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行 干哪能备来 你跟我向前美飞呀 说话 咋不会是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我听说顾小姐被抓起来了 听说被打得死去活来了 躲了一层皮 再见 这是干吗呀 我跟你说 越是这种时候 你越不能干损失 你得拎得强 再见 我知道 你是真心绣和顾小姐 可是 天涯河出雲芳草 就你带着这点钱 想带她跑 你能跑哪儿去 我才不能港币 再见 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 你喜欢顾小姐 全局上下都知道 日本人会不知道 你前脚刚走 后脚日本人枪口就得对着你 到时候别说去顾小姐 你连自己小妹都没了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咱们就是混口饭吃 小妹最重要 你不要命了你 你把我孤儿了 咋还有这么多 你把我孤儿了 行 我走了 大叔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想清楚点 我赶紧 天涯先生 那个 烧伤的中共在医院怎么样了 惨得很啊 浑身被烧得漆黑 就吊着一口气 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再开口讲话了 这次行动 你们组是立了功了 我们就是运气好 要不是军统那边 把中央交通站的情报 卖给了景田科长 我们还不晓得 要被顾小姐骗多久呢 军统那边是 什么情况 景田科长啊 你不晓得 那我跟你说了 你没告诉别人啊 景田科长 经常跟军统那边的人 买情报 这次 有时候在军统那边 一个处长的小老婆 有一串私货 被民机关给扣了 他们就派人打电话过来 说好不好 用刚掌握的 中共情报站的情报 换回他们那一串私货 后来景田科长就同意了 老涛说 他们青春队也 现在有名手紧的 我让胖子打中才知道 第三处副处长的小老婆 一串物资让日本人 也够腰了 方正的军统队 现在都在忙这事 有证据吗 有证据回去参当一门 你怎么参 你想参当人 他们都打点过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知不知道你们值多少钱 一传奢侈品 就是你们两个的家伙 你们在前线 通上拼命 你们的上司 在你的背后 把刀子递给你 为什么我要为这样的党国拼命 不准备 不准备 直到我们战狼退下来 看到这里的深色拳马 腐败毁雍 看到我们未知出身入死的党国 早已并入膏肓 沈建 我记得把号料理吗 不管是跟日本人干 还是跟共产党干 党国不可能赢 为了这样的党国爱命 不值得 不值得 比你想象的要糟 我以为你会发脾气呢 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谁不是做好了一万个准备 才走上这条路 我 和我们的同志 会以我的性命 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 你们一样都拿不走 这是他的原话 是 跟你刚刚那句话 意思差不多 我觉得 他的话还有别的意思 你是想说 那个胶卷 是迷惑日本人的烟雾弹 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情报式吗 他称呼你为同志 这显然是种寄托 他是希望你把真正的情报 给传递出来 他救过我的命 是我的恩人 我不会辜负他的 我们又不是江湖儿女 他救你 是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 你之前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消息 也算是相抵了 这是两码事 非天同志的托付 我不知道也就罢了 既然我知道了 我就要尽全力去做到 那要让别人替我冒险的道理 别人 别人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你还是无法信任我 你少挑我自言 如果不相信你的话 海叔不会约你见面 我们立场有别 就算是经历了再多 也没有道理让你来替我们冒险 那我申请加入你们 你们不是要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 有人 我对不起了 你疯了 王老师 不要生气嘛 王老师 景天先生 没有吵到你吧 千万 希望你 景天先生 王老师 我刚才看见你了 景天先生有事吗 不好意思 我刚才看见了 您是想要嘲笑我 不不 别误会 我不是有意窥探 我其实一直想问 您和前景子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 前景丧 对您很感兴趣 前景先生对每个姑娘都感兴趣 前景先生对每个姑娘都感兴趣 但恰恰我 对他不感兴趣 前景丧平时呢 是有一点 风流替他 可我觉得他对您的感情里 好像不太远 有某种认真 而您呢 更奇怪 虽然表面上躲着他 有的时候 好像还有点厌恶 可我说不出来 为什么我总觉得 你的心在找他 景天先生 难道您 是想要撮合我跟他吗 不 说实话 从私心而言 我一万个不愿意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不应该开这种幻想 一丝一念 令人惩恥 自然借的动物在 在求偶时 都善于隐藏真面目 您的真面目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在感情的世界里 如果我们都能见到自己的真面目 如果我们都能见到自己的真面目 那恐怕世界上 就不会有那么多美丽的故事了 不是吗 还是说 静天先生 受教了 顺利了 激 没 适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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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昨天多水灵的女人 今天变成这副鬼 我真不理解你们共产党 骨头都是 钢琴学你做的嘛 你别浪费时间 不 我有的是时间 今天先到此为止 也多给你一些时间 尝尝这人间的痛快 走 好 好 顾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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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我先把你松下手 好 对不起 那些人都会变成的事 欲无声处累积 一条追寻的路 有风有雨 对真相的凝望 无从放弃 守护的人哪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每一阵灯下 这闪烁的光亮 是希望之光 守护的人哪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点燃的理想 守护着我们守护大家 云无声卖 走护着你我守护你我守护你我守护我 entang 就在这儿上会 没有幸远的影响感 也心愿了一天 币人就得让我静兴 那些人就得了上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